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设的一切法将来是要消灭的 第一步消灭的就是楞严经 为什么头一步消灭的是楞严 我过去跟黎炳老学讲经 主修的就是楞严经 我在这个经上有深深的体会 这个经如果留在世间 魔不得其变 对于魔来讲最大的障碍 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 什么是佛什么是魔 楞严是标准 我过去讲楞严经 我说楞严经是照耀尽的 楞严经没有了 楞严经灭掉了 魔就方便了 你不认识他了 你决定把他当作佛菩萨 跟他修学 将来都入三国道 都变成了魔子魔孙 所以楞严经 所以楞严经 显灭 发灭尽经里头佛说的 无量寿经最后灭 所有佛发灭尽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还能救度 无量众生 往生净土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道理 一洗上唇 回头还来得及 等到死的时候 来不及了 死的时候你回不了头了 好快 人在灵命中的时候 几个人头脑清醒 你能保得住吗 你走的时候头脑清楚 头脑不清楚 就不能往生 头脑清楚 临终最后一念 阿弥陀佛还能往生 你有没有把握 保证你死的时候 头脑清楚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 现在要努力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为自己来生作想 这是聪明 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